金牛座2019年整体运势 金牛座2018年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贫于应对各种挑战 在新的一年虽然仍有波折 但是何事情总会发生的 新的一年努力工作的你就会享受升职加薪 努力创业的你就会享受财富增加 努力学习的你就会享受学业有成 是不是很棒呢 2019年会金牛座是了不起的一年 你会经历很多 学到很多 收获很多 成长很多 注重说一下 今年你在事业上比去年要顺利很多 事业上的得已也会带动你个人生活的提升 你会感到幸福和快乐 亲爱的金牛座 好好抓住这个工作年吧 你的事业注定会在这一年有志的飞跃 在这里给你一点建议 对待工作要先从紧急 重要的工作开始 制定工作计划 努力完成它们 总的来说今年好事会多于烦心事的 金牛座2019年工作运势 今年对于你的工作来说是了不起的一年 请问 努力的特质会展现在你的工作领域 这会帮助你走向成功 同时也会得到领导赏识和同事的认可 在工作中你会充满积极健康的正能量 也许你的同事会向你请教 耐心的帮助他们吧 但是任何成功都不是轻松得来的 你肯定会遇到各种挑战 但是别担心 挑战代表着机会 工作中你要制定计划 分清主次 合理安排时间 保持良好的心态 抓住机会 成就自己 你在三月份和四月份会是最初成绩的两个月 七月份和八月份你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挑战 注意小心应对 年末回顾你会发现最终的胜率是属于你的 金牛座2019年金钱运势 金牛座的金钱运势还是相当不错的 事业上升 经济自然也随常传高 今年你的偏财运也是不错的 可以试着做一做投资 这也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但是要注意今年 你有可能面临大于去年的开销 建议做好理财工作 我想在这对于金牛来说不难 最好的方法就是制定计划和预算 控制自己不必要的花销 攒一些钱 确保紧急情况时不至于手忙脚乱 金牛座2019年爱情运势 今年你的爱情会充满刺激和冒险 上半年的时候还不错 尤其在三、四月份会是不错的状态 拥有伴侣的金牛 有望不如婚姻或订婚 进入下半年可能会面临沟通或劈腿 以及被劈腿的危机 要注意提防 建议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 是教理解对方的需求 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分析 不要逃避 站出来一起解决它 进入十二月单身的金牛桃花 越比较旺 爱情会迟到 但是不会缺席 想要脱单的金牛宝宝 要注意留心我 今年你的爱情生活 可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 比如如何正确的沟通 建立良好的关系 今年你要相信你的伴侣 同时也要获得他们的信任 就是这种重要的力量 或纽带会让你们俩度过艰难的时刻 金牛作2019年家庭运势 今年大部分时间里 你的家庭生活是平静的 长辈会对你关爱有加 同时你也会很好的照顾你的父母 使他们感到快乐 如果你有兄弟姐们 他们可能会出现身体疾病 注意照顾好他们 如果你已经身为父母 今年要多陪伴你的孩子 请听他们的诉求和心声 解决他们在生活 学习上的困惑 这会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 你良好的家庭气氛 会受到大家的羡慕 注意今年会有人试图破坏你的这份安宁 和你的家人站在一起 击败这些心怀不轨的人 金牛作2019年健康日试 今年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忙碌的工作和感情矛盾 可能会给你的健康带来压力 上半年3月到5月之间 你很容易出现健康和精神问题 如果你发现任何症状要及时就医 这段时期 任何促进大意义的行为 都会导致生病 要注意 过了年中就会得到改善 但是还是要小心预防 同时还要注意外出安全 建议健康合理的饮食 保证充足的睡眠 每天运动 增强抵抗力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总体来说 2019年金牛作会遇到很多麻烦事 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机会和磨炼 这些挑战会使你受益良多 不要害怕 勇敢面对就好 一整年你可能会起起伏伏 快乐和优化同时围绕着你 但是好事总会多过白心事 你会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 年末会隐外理想的结果 别的不说你的工作 财业 家庭都会有所上升 只是要注意时不时的小插曲 今年上半年要注意健康问题 下半年要注意感情问题 最后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金牛宝宝 佩七年 天天开心 收获满满 2019年加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